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Head Blue Book 1是比磁悬浮还要更加黑科技的一个项目 在美国公司的想象中 这辆列车应该行驶在一个全封闭的一个真空的管道中 同时再加上磁悬浮的技术 利用线性感应马达和空气压缩机作为行驶的动力 通过一个20公里长的推进轨道之后 实现持续的高速动力 根据真空加磁悬浮得如风阻这个理论来说 列车将在管道内以接近音速 也就是1224000米每小时的速度前进 可是理论往往只是一个理论 想要成为现实是多么的难啊 在几年前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 就已经被无数人质疑了 然而就在最近Head Blue Book 1在拉斯维加斯 完成了第一次的全尺寸系统测试 让那些质疑者纷纷打脸 听说这次测试结合了真空和磁悬浮 达到了两机的加速度 最高时速达到了113000米每小时 虽然距离1224000米每小时有点远 但没关系 进步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嘛 最后小编还是要感谢这一群不爱满足现状的大佬们 如果没有他们 我们可能还是生活在马车牛车的时代 哪里还会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的精彩啊 欢迎走进去视频 好吃好玩有趣多别东西 我们这里通通有我们的设计师啦 快上车